Hello 我是Ivan 今天想講關於一些在Membership上面的 我試過的一些策略 在去年的 也不是去年了 2019年的年尾 或者2020年的年頭的時候 我做了一件事的 那時候我就出了一個campaign 因為我有很多網上的過程 那Mons出的課程其實是做些什麼的呢 那本來我那時候就大概有20多至30個課程 那我現在有50多個課程 那Mons出了一個program 就是 本來我每一個月 那些人如果來join我的課程 可以看完所有課程的了 那每一個月就要給97元 那我出了一個promotion 就是 你如果想學三個月 那原價如果真的以每一個月去計算呢 就其實等於291元的 那我就出了一個叫優惠價365元 那其實你會見到這麼奇怪的呢 那個優惠價反而比原價更貴呢 那其實是有原因的 那那時候我做些什麼呢 就是我就寫了一條feed 就說 其實如果你由這個2020年的年頭開始學 學這三個月 因為我給那個錢叫三個月學好的數碼營銷 就是其實是recap好像我們以前呢 會有見過什麼三個月學好外遇的那個idea呢 那我就做了一件這樣的事 就是 只要你三個月裏面真的看了30個小時的課程 那時候我應該有30幾40個小時的課程 那你真的看完的話呢 我是會refund回給你的 就是完全refund的 就是365元 變了好像就是如果你學了呢 我就給你錢 反而如果你commit了你自己說 我會去學這件事 所以我會給原價更貴 就365元啦 那但是如果你真的在三個月裏面 是不能夠看了30個小時的課程呢 那我就真的charge你這365元的 那到最後呢 那個result就是有大概 那時候我那個base和email的list沒有那麼多 好像有十幾二十個 當然是二十個啦 有二十個人就真的給了錢 去join這個三個月學好數碼營銷這個計劃的 那你可能會想說 哇 多麼好處啊 就是等於我去一家麵店那裏 叫一個很大碗 有時候有些campaign的嘛 很大碗的麵 在不知道十分鐘裏面吃得完就不用錢 其實這個概念也都有點遲 那只要你在三個月裏面看了30個小時 我就不收你錢的了 看不完就收 那到最後呢 二十個參加者 叫做join這個program啦 那end up呢 在這二十個人裏面呢 有兩個人呢 是看得完的 在三個月裏面 那我就refund給那兩個 那但是這件事 就是說出一些什麽的情況呢 就是當我們去commit想做一件事的時候 在去買一件事啦 或者要一件服務去給錢的時候呢 那個心態呢 是紅心壯志的 就是想會做到的 但是當人是有惰性啦 所以慢慢呢 其實就未必會完成的 就等於你去買了一個去做gym的那些membership 那結果你一個星期可能都沒有去兩次 或者一次可能都沒有去過那個意思啦 那這個也是一個挺有趣 我有做過的campaign啦 因為到最後呢 如果你真的學得了 其實對你有好處 我也都不收你錢 其實這件事很好處 但是大部份的users 因為惰性啦 或者因為時間可能真的不容許啦 就會反而令到自己commit不到的 那所以如果你有一些campaign想做呢 雖然這個strategy有些風險啦 就是 哦 會不收錢的 但是到最後呢 其實給錢的人反而會多了 因為很多人參與的時候呢 他會覺得 我一定看得完的30個小時 3個月 就是一天10個小時 一天看20分鐘都看不完嗎 沒有可能的嘛 到最後就真的看不完的比較多 那還有一個好處呢 就是雖然呢 他在三個月裡面看不完啦 但是呢 叫做開啟了他看我的內容的這個行為 那於是乎呢 很多後來都會繼續去用月費的形式呢 繼續去subscribe去看啦 那這個是一個小小的實驗啦 我叫做試了啦 那如果你都做過一些類似的東西呢 你都可以在個comment那裡告訴我啦 那大家可以去分享一下 那另外我有個facebook page啦 有個youtube channel 還有有個patreon 有興趣可以了解一下 那我們下次見啦